有一个佛木的工厂 每天都由司机负责开车 在森林里面将那些已经斩了的木材混在出来 有一天早上开工的时候 管工看到一个司机开倒车进去森林里面 于是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司机就说出入森林那些路很窄 很多时候都会找不到地方掉头 我现在开倒车进去 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管工虽然不是很同意 不过都由得他 在几个小时之后 竟然看到那司机还是开倒车从森林出回来 于是就很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你出来的时候还是开倒车的 那司机很高兴地说 哇今天真是很幸运 是想为未来做准备 如果他能够活在当下 直接这样开车进去就算找不到掉头的地方 都只是一程倒车出回来 进去之后他又放不下之前的想法 没有想到已经不用再掉头了 结果又很不方便地开倒车出回来 我们的烦恼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想得太多 不懂得觉察每个当下的因缘变化 就会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就会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的了 就会浪费了很多宝费 就会浪费了很多宝费